好 再来又看到台北市新医区一名贯妾 在几个月前偷了东西 当时警方一直抓不到人 没有想到上个星期 他因为朋友上门讨债 吓得赶紧报警处理 身份也因此曝光 为了不被抓到 还溜到公园呼呼大睡 但最后还是狼狈落网 而在士林区则是由小偷行径非常的嚣张 在大白天闯进了名宅搜刮财物 偷走劳力士手表 经济百事还有现金 总共价值高达了40万 低头蒙才踏板使尽全力 骑单车落跑 原来男子是个贼 身被窃盗和扎妻罪两条通气 就怕再慢一步 警方到家里逮个正着 不过警方是怎么找上门 居然是嫌犯自己报得紧 开溜途中遇到下雨 躲进公园呼呼大睡 睡梦中被警方包围 一阵错愕下狼狈落网 时间回到今年6月 男子在台北市新医区 透了路边车里 价值8000元电钻组合 当时警方一直抓不到人 就是因为男子在住家附近 撞了监视器 任何风吹草动都在监控中 没想到14号这天 朋友为了300元上门逃债 他看对方穿黑衣来要钱 吓得都忘了自己是个贼 竟然报警 结果警方一看 报案的是他 根本就是自投罗网 现役区有笨贼 市邻区则有小偷相当嚣张 大白天跑来偷听民宅案电铃 发现没人应门 就从后门闯入 用石头打破玻璃窗 爬进去偷东西 总共偷走35万元劳力士手表 5000元经济百事品 还有现金 不法所得初估约40万 前案一加重切到罪 以请40地检署征办 窃贼当过摄取保全 有相关前科 嚣张犯案终究讨不过罚网 记者梁子月杨文豪 台北采访报道 都过得快 毕业